一名住在池上乡的73岁彭老先生 6号前往副理学田桥钓鱼 到傍晚都没有回家 而且机车就在桥上 但都没有看到人影 有人赶紧报警处理 找了一夜 但都没有找到老先生 一直到7号的早上9点多 遗体才被打捞上岸 经过分局见识后 遗体交由家属处理 而全案报请花莲地方检察署相验 一名住在池上乡的73岁彭信老先生 6号前往副理学田桥钓鱼 到了傍晚都还没有回家 并且机车就在桥上 没有看到人影 有人赶紧报警处理 找了一夜 都没有找到老先生 直到7号的早上9点多 已经将遗体打捞上岸 报案称家住池上乡的彭信男子 外出骨鱼未归 本所远警警觉有意 立即前往现场查看 经查学田桥上停留一台 彭信男子所驾驶之交通工具 为避免民众发生危害 立即联系副理消防队 派员授救 并调阅入口监视器 积极展开邪讯 自22时人会发现 彭信男身影 碍于天色不难 且水深约两米 恐搜救不易 于7日早上7时 继续展开搜救 不幸发现彭信男子 已经罹难 目前遗体已打到上岸 全岸依规定 暴行花莲地方检查署相应 报案民众说 因为这名老先生 在9月6号下午 就说要前往 副理乡 学田村 学田桥 来撒网捕鱼 当天下午的5点多发现 竟然还没有到家 就觉得奇怪 前往现场发现 有老先生骑的机车 停在学田桥旁边 但是没有看到人 就赶紧报警警销来协询 经过警销在学田桥上下游 来搜寻 经过分局见识之后 一体交由家属处理 全岸报警花莲地检署来上宴 记得高双双富丽乡 采访报道